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3月12号 帕克 汉米尔顿帕克 这是英国的通灵者 我们很多朋友都去其实蛮关注他 那他呢把预言当成了一个职业 跟他太太在一起 他自己有自己的YouTube的频道 有自己的社交各种社交媒体的频道 他平时出了很多书 他每年呢会对这个来年做出一个评价评论 对中国人的影响呢是近几年 在大疫情之后 他近几年的预言就比较多 每年都在讲 但是他讲的很多呢 跟这个推理推断有关系 那比较在有关2023年的这个故事当中 到2024年头的时候 他曾经提到过 比较比较比较多的啊 提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崩溃 这是他明确明确讲的 然后他提到了台海战争 他说台海战争应该是潜艇出事 这是我们也跟大家分析过 他认为潜艇碰撞等等 那后来我们知道 应该是中共的潜艇出事了 引发了包括李上福等这些人 整个军构系统 这个军事装备系统的大崩溃 其实就是变成了 汉密尔顿看到的 有他真实的一部分 就是他的很多故事 就是有他真实的一部分 他看到了一种景象 他自己也讲他看到 就是我们通常说是天幕开了 但是很有目的的 很直截了当的 很就是说我想看就看 这种事情很少 但是在帕克汉密尔顿 在长期的预言当中 也就陷入到一种 因为他他里面 他他个人掺杂了一些很多星象学 就是就是占星术的东西 他自己呢 对印度的东西蛮崇拜的 也就是说 蛮蛮蛮蛮蛮蛮複杂的 他这么一个一个他 在他个人的特点的角度上 我们不去评价他对错 但是在有关当代预言当中 目前能够剩下的 包括印度的小孩 目前能够剩下 确实就剩个帕克 其他的一些曾经做过预言的 当代逐渐逐渐都淘汰了 原因就是说 他看不到真的 特别是在利益的趋势之下 利益的趋势之下的很大原因 就是他把这个东西跟社交媒体 跟自己当成自媒体 连成一体的时候 基本上就迷失了 而预言的本身 同样失去了它的准确性 但而帕克就变成了 就是对表分了 一半一半对不对 就说我蒙对了一半 我说错了一半 蒙对了一半 你比如说有大地震 那么地震了就是我就说对了 那每年肯定都有地震了 这事就对不对 这个故事很简单 中国房地产肯定会崩溃的 他事实在不用你说 都崩了多少年了 他没地儿去了 他肯定就崩了 我们当时跟大家分享 也说这东西 这东西有点像新闻评论 更像自媒体的一个博主 对不对 那个因为这就不是预言 预言的东西很单纯 那最早帕克在讲预言的时候 也是这样 他就说结果 他说就出了什么事 张三死了 李四嘎叭了 王五上吊了 他这么说 那就OK了 因为他看到 他没有权因 没有后果 所以他也中间 正是因为没有前因 没有后果 你就会 大家就会意识到 各自有一种猜测的预定 就是就不一样 但如果一个人 预言当中说出了 包罗万象 很难 咱坦白说 真的很难 但是呢 也就变成了 他的缺失的真几 所以对预言而言 我们只能 冷眼观看 真的冷眼观看 不去肯定他 不去否定他 人家说不去肯定他 不去否定他 也有什么含义在里头呢 因为这些通灵的人 是另外空间 对吧 是有他另外空间的能力 有着他另外空间的生命的参与 在今天这么纯乱的社会中 作为我们普通的人 不去碰这些麻烦 那你去说他对 说他不对的时候 其实你在跟他对着干 对不对 你跟他对着干 他指着吃饭了 我猜 后的背后 能够支持他 某些说法的生命 也是依附于他而存在 这是大家可以就听得懂 我们就听故事 就讲故事 所以不去做过多的评价 这些通明者 对错 只去看他拿出来的故事 在一种现实的环境中的存在 在英国 这个东西很流行 英国的诸多的媒体 跟媒体本身的特征有关 诸多的媒体 同样都去转载这些 在西方 在北美同样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纽约邮报 就比较喜欢登一些这些 但是呢 你放在福克斯新闻网上 一般就不太登 他就觉得 我就是政论节目 我就是如何如何 所以这个 跟大家就作为这么一个 真正的铺垫 那为什么又谈到帕克呢 帕克在2023年11月份 到12月初的时候 对整个2024年的市局 做出过一个完整的评价 在做出完整的评价的时候 他特别谈到中国共产党的灭亡 和习近平病重 习近平病重 这是没有 这是他讲的 没有第二个人讲 那他的病重的本身呢 确实带有一种命运在其中 那他就讲述中国共产党盲 是在2022年 当时的帕克就这么说的 他说共产党会崩溃的 中国会发生革命 改天换地的 这是他讲述的 然后2023年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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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的 看到的是习近平隔了共产党 命他代表习近平 所以这就是一个 这是一条线 但是帕克坚称 共产党必亡 这是他坚称的 然后呢 他到了2024年的预言 就是习近平病重 导致共产党内部崩溃 从而引发革命 中国共产党出现灭亡 跟大家分享这段内容 中国 中国 中国将发生大规模的房地产崩盘 这是没错的 经济下滑 这是没错的 然后谈到 与中国相关的一些政治腐败 包括欧洲 加拿大 澳大利亚什么贿赂 这些 真的都不是问题 说特鲁多跟拜登卷入其中 那特鲁多现在在加拿 就是过街老鼠了 就是这样的了 他还在掌控 因为权力肩架结构的问题 掌控这些 但是呢 他确实是特鲁多被加拿人非常唾弃 里面关键的问题要谈到 习近平病重 习近平生病了 病情很严重 但遭到隐瞒 这个 这个 今天得以验证 今天真真正正的得以验证 是在公开媒体当中 首次人们拿出真材实料 来表示习近平 在昨天 11号 两会 人大闭幕会上 他自己hold不住所发生的 下面就讲述中国将发生第二次革命 是跟习近平的疾病直接相关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分歧将导致最终的动荡足以迫使习近平下台 我先跟大家分享这个他的预言 那最终中国将看到共产党终结 但他认为习近平不会死的 没有死 那实现了民主 这也许会在更远的时间里 可能不是2024 中共国会分裂 香港会独立 西藏会独立 就像欧洲那样成为一种联盟 联邦 这是他认为中国的故事 但是呢 他不敢确定会不会共产党崩溃于2024 跟大家分享 这是发生的事情 这张照片 是英国美日电讯 昨天到晚上的时候拿出来的 发生在3月11号 昨天两会闭幕市场 在闭幕的现场 习近平拿起茶缸子喝水 喝完水之后 即刻显现出 难以掩盖的那种痛苦 那这种痛苦很显然 是来自于腹部的 因为他刚的喝完水之缸子 放那儿 他即刻出现了那一张的痛苦 这是对于习近平来讲 这是首次在公共场合 在人大会上 表现出自己疾病病入膏肓 难以遏制的一种场面 他已经不是一般人了 对不对 那整个中共国的所有的医术 最高的医术的能力 都在保护着他的龙体 防止他出现任何意外 那他喝水的缸子 给他倒水的一切 他自己所使用的一切 都是特工中的特工 那我们知道围绕着 围绕给他倒热水 就是出现过屡屡不同的蜂窝 有砖人 砖人给他拿着砖茶缸子 有甚至说 他的茶缸子在人大开会上 临时换掉他面前的茶缸 自己由自己贴身的宝贝要换上去 这些都有 都代表着他的饮食的安全的问题 他的饮食安全 确定了他整个生命的一个基础 一个根本 他最怕被别人杀 但是如果他真正内脏出现了疾病 而这种疾病是只有他自己知道 只有他贴身的幕僚知道 就是贴身的医护人员知道 他一切靠掩盖的方式 靠着他沉默的力量 沉默的力量 他不爱讲话 靠着他沉默的力量 来保证所谓他的龙椅 保证他所谓的统治了一切的时候 那疾病就是疾病 这是他唯一掩盖不了的一个故事 这次也就变成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 表现出他的异常的痛苦 从来没有过 任何的猜疑 任何的说法都是猜疑 全是道听独说 但在三月十一号 却他自己验证了这一面 应该讲 可能说涛根挺激动 这帕克说对了 我们跟大家说 共产党必亡 我们也跟大家解释过 习近平很难去度过 他后来的生日 在未来的春天的时间里面 大家将看到 所有人将成为一种证人 会看到这种 人们意想不到的故事 这是完全绝不能出现的 而意想不到的真切发生 所以是被英国媒体 第一次公开记录下来 跟大家分享他简单的评价 他也没有太多的 因为你拿到太多的资料 他只是说意外的拍到这么一张 意外的拍到这么一张照片 中国国家主席查贝里的风波 中国国家主席在年度的大会上 喝啤酒 这是英文翻译中文的时候 他翻错了 说喝啤酒之后 骤然萎缩不浅 其实就是痛苦异常 因为他的共产党 对共产党掌握了极端的权力 然后他就提到说 有这么一张照片 那这张照片是在人大闭幕会上 喝完茶之后发现的脸色一团糟 令人难以接受的一团糟 那有一张比较突出的照片就在这 然后他就讲述这段故事 他说伸手拿杯子喝了一口 然后立刻喝完这茶之后 立刻被捕捉到意想不到的表情 习近平的脸整个给肘起来 扭曲在一起 而他好像他喝了一口 但全没有让他冷却下来 也就是说他其实那口水都没有咽好 那这种奇怪的面目表情的确切 原因不清楚 周围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所以这个描绘很符合这个 很符合这个帕克对他的预言 所以这是他喝茶的那一瞬间 你注意到他是两个茶杯 就是两个茶杯 然后这是他喝完茶之后 茶杯在放下的同时 表现了极端的异常 那你可以看到他那个手臂 就是这个手臂很显然在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那这只有内脏出问题才会这样 而如果他的他的喝茶的水温等等 应该是很适合自己的一切 所以 那后面就没了 他说后面这就是在结束时 他再次恢复了正常 恢复了掩盖的一切 里面就讲述了整个故事年会等等 这些就这些对于我们没有任何 没有意义了 我们最大 在我们这期节目中 最大的意义就是这篇内容 所以就借着帕克的吉言 习近平病入膏肓 就是病重男人 那痛苦异常 他难妄图掩盖的一切破产 也就代表着因他疾病 会引发出中共内部的崩溃 因为被英国美日电讯这么公开报道之后 在过后的时间里 我们比较早了 在过后的时间里 会迅速在社交媒体中膨胀 那膨胀 大家会疯狂的去讨论 习近平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家会看到更多的这种 甭管是阴谋论鬼谋论 这种无所谓 那习近平得了肝癌 得了肾癌 得了这癌 得了那癌 反正群身没有一块好肉 全是癌细胞 然后使得他 他依然他的贪婪 他的权利 会各种评价都会出来 围绕他的身体的传言 也会都会出来 人们就以这样的传言的方式 以这样谣言 遥遥领先的方式 以他身体疾病的基础 使得共产党崩溃 这不是句笑话 这可能是真的 就在未来一两个月 未来的这么十几天的时间里 将会骤然爆发的真实的内容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